亲爱的朋友平安 很高兴我们又见面 今天的圣经诗篇97篇第十节后半段说 耶和华保护他子民的生命 拯救他们脱离邪恶人的手 法国拿破仑于1805年称帝 第二年便挥军入侵意大利 之后又马不停蹄的猛扑奥地利 攻下首都音乐大臣维也纳 甚至连英 澳 俄 瑞典 四国联军也都无法阻挡其猛烈的攻势 在历史上称此战役是 拿破仑塔一生中最辉煌的胜利 然而上帝的保护 却可不用一兵一卒 而使法国撤退离开 当法军挺进奥地利的一个小村庄 飞客的时候 却发生一件难以置信的奇妙的事 都一起来到教会 我们同心来祷告 让我们把这件事交在上帝的手中 祈求祂救我们脱离强敌的手 大家听从了牧师的建议 敲钟邀请所有的人来教堂 在终生一直敲响着不停的时候 让法军误以为对方的救兵已经赶到 因此才大肆的敲钟庆祝 导致法军惧怕连夜的拔影逃走 因此飞客村庄 免受法军的摧残 亲爱的朋友 在我们生命中 是否受到某些人事物的威胁 谦卑自己来到上帝的面前 祈求祂介入当中来帮助我们 并赐下平安在我们的生命中 使我们免受任何人事物的威胁与挟制 愿上帝的平安与你同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